來了我們點了拿鐵還有冰萃咖啡 剛剛這樣子坐在這邊超氣的 然後就一台飛機飛過去 我覺得這裡很讚耶 這邊應該是蘭嶼最文青的地方喔 來喝喝看飲料怎麼樣 裝滾式裝上奶味這樣很溫水 咖啡是有襯翅的 碰不到啦 好小的飛機 嗨大家好我是內內 真的是千辛萬苦 我們終於來到了 蘭嶼 我們來台東第二次喔 在機場前前後待了三四天 真的 搭不到飛機過來 是什麼難來的世外桃園 那本集首先我們要先感謝 東莞處東海岸觀光圈的邀請 這次呢 為什麼千辛萬苦都想來到蘭嶼 還有另外一個目的 我們不是接連有海外冒險嗎 有去北極 然後上一次去埃及 這一次呢 來蘭嶼是下一次海外冒險的起點 先買個伏筆 那至於為什麼呢 我們等一下接下來再跟大家分享 既然來到蘭嶼呢 還是要先幫大家看 這邊有什麼吃更好玩的 我們吃東西 走 好 我們一大早就先來吃早餐 這邊最紅的是一間叫做 東青33 那它已經太多人吃到 我們就先不拍 我們先來吃這間 有在地人推薦的 美雅梅 聽說它有一個 法式吐司很厲害 謝謝 給它的專輯是不是不歡迎我們 一直不讓我們來 Google妹妹不設定一下 好啦 沒有啦 這邊就比較 雀兒一點 賀蘭發現 東青33號就在美雅梅的鬼面 我們找到附近的下一間 你是寶摩像嗎 蘭嶼也有韓阿蘭美食喔 還沒有 還在粉刷 好 謝謝你 還是來吃 東青33 沒錯 哇 是一間海景早餐店耶 它室外還有一個涼甜的用餐區 然後可以這樣子抗海 來了 這好幾斤 讓我看到的法圖培根 因為美雅梅的砍棒呢 有特別強調 他們是法圖培根的創始店 這個鹽蝦雞就是 其他出現的在學它 哦 還點了這邊比較有名的 燒肉蛋餅 鮪魚玉米蛋餅 紅茶跟奶茶 台語附價甚至是比較高 好像有耶 而且這邊提供一些包材 像我們昨天住的民宿 也沒有提供毛巾跟牙膏 壓刷 大家假如來要注意一下 有些東西要自己準備 我覺得很環保耶 嗯 法式培根捲 看起來就是 法圖外面捲了一條培根 然後再弄煉乳的感覺 它在那邊皮香啦 我眼睛都眯起來了 好吃耶 鹹鹹鹹鹹鹹的味道 好像法圖中間很鬆軟 這兩個截然不同的口感 結合好像還蠻不出的 嗯 喜鹹鹹的也可以吃看 它麵皮看起來很恰 就是脆皮蛋餅 燒肉如何 薄薄的那種早餐燒肉 可是米也是蠻厚實的 嗯 是有飽足感的 這間料都是炸出來的耶 玉米整個滿出來 沒有再客氣的 墊肉圓玉米 可以理解有什麼聲音這麼好 今天就好吃早餐店 有人跑來外面 你看這樣子 一整面全服海景耶 完食 我們這趟來蘭嶼呢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任務 感謝東莞處的東海岸觀光圈 邀請我們擔任蘭嶼觀光大師 自稱吧 自稱 我身為蘭嶼觀光大師呢 我在蘭嶼的這幾天呢 是暢新舞主 我們這些東莞處 我們跟他行程有一個東莞處的間諜 他叫Tina 這幾天會跟著我們看我們有亂講話 然後還有一個達物族的哥哥 我們去找他吧 這位呢 就是東莞處間諜Tina 啊我也有這個 達物族哥哥 要怎麼稱呼 我們叫Giori 要彈舍嗎 對 Giori 對 可以多長可以多長 Giori Giori 但是身為蘭嶼觀光大師的我呢 哎呦 下來囉下來囉 有看過P滿座嗎 有看過 體驗過嗎 沒有 可以體驗嗎 要5月 就5月觀光課可以體驗 對 要錢嗎 有 有 P滿座 其實是早期 賴以為先的一個風景記 嗯嗯嗯 而且 飛魚記 他一定要用來P滿座 因為早期很沒有機械船 那 飛魚他會在 沿海地區 他不會在空間 嗯 我們想說 然後發明這個P滿座 你猜這個是什麼 我不知道耶 是坐的地方 那你猜這個是什麼 尿尿的地方 放火的地方 哦 那直接尿在海裡就好 啊也是耶 就像我們小時候游泳一樣 有你吧 你不會嗎 不會啊 我可能會忍 怎麼可能 Tina小時候有在游泳池尿尿過嗎 我都弄死 騙人 你不可能 我會起來 你撐住 我會把它弄開 因為會黃黃 那刺B群就不能尿尿了耶 對 會很難錢 真的是蘭嶼觀光大師 我跟你講 都管出了那找對人 紅嗎 真的真的 嚇到 嚇到 剛剛是太熱吧 嚇到 我們現在在達戶族的傳統涼體 以前他們覺得在這邊聊八卦 當教室啊 教小朋友 那邊是安全啊 那邊是危險 那邊可以捕魚 這邊啊 這邊很涼耶 接下來哥哥來帶我們吃午餐 不慢 就是蘭嶼在地食材做的 風味餐 是一間很愛的小餐館 這樣看出去有很漂亮的山景 來了 哇 它是這樣子 套餐定食耶 黑魚炒飯 叫腊肉烏龍蜜 哥哥 你說這是什麼 台灣主菜叫 琴丸類的類 所以它是什麼植物啊 它是 菌類 菌類 噢 它看起來非常菜耶 哥哥剛剛講了兩三個名字 聽不懂 每個試試看 好 接下來有點木耳的那種口感 對 它味道有點像 美甘臭肉那種感覺 口感是脆脆軟軟的這樣 哥哥我看你們在於上海 都有先掛一整排 為什麼都要先放一個碗餐 因為以前沒有麵香 哦 所以人家就去把電影擋 它只能夠水準 然後要留在 所以 再一次因為不傳統的關係 對 很熱沉沉的 一定要吃吃看 菲魚 菲魚肉比我想像中的結實 跟大塊一點 煙燻跟風乾過的味道 有點鮮魚炒飯 可是又更鮮鹽 很好吃 菲魚肉比我想像中還大 菲魚本人也比我想像中還大 奇人的眼淚炒飯 真的很好吃耶 炒飯粒粒分明 然後加上 秋脆軟軟的味道 我看看 很像植物鵝炒飯 哦 聽說一定要點 菲魚肉的龍麵 很香耶 菲魚肉很好吃耶 跟鹹豬肉又不太一樣 這個豬肉的虛味超香的 它有隔離 說不出來的香氣 這一個是 龍眼素 龍眼素去出來的 好吃耶 欸 菲魚很多刺耶 菲魚肉很有嚼勁 你要Q彈 嗯 比飯魚肉還要紮實 沒有那麼閒起 感覺有運動過 對對對 像這邊呢 還有一個顏色 黑色這一塊是比較沒有吃的 那邊才會有吃 對我啊 私下吃就知道麻煩 對 有點像秋刀魚的那感覺 然後比較有吃的那個 我也討厭的你吃 這邊 這塊都是肉 可以給小孩吃的 你看我要自己吃啊 菲魚肉吃有吃的 南語的菲魚呢 有特別的沙法 這三個刀 是給小朋友吃的 然後是從 就以前傳下來的吃法 他們說假如被我這樣切 他們都是吃菲魚 超酷 我們經過一群 羊 好多喔 羊奶味很重耶 羊奶片的那個味道 這個動物都很猖狂 就是在路上擋了 吃完午餐來吃下午茶 接下來是 很甜雪花冰 很很的甜嗎 其實老闆取這個這個的用意 好像是叫甜乳香 他取這個名字 結果居心火車 好可愛 你看 哇 是那個涼亭感 好Chill 晚安囉 它菜單很可愛 手繪的 我要吃這個海草飛魚丸 來啦 海草煉乳飛魚丸 好 上面是白巧克力 這是達悟族的人形圖騰 飛魚丸跟海草煉乳 剛好另外一個來的是 芒果煉乳冰 YES 就是海草跟煉乳 哦 飛魚丸口感 咬開來是鹹鹹的 可是不會怪 是海味嗎 海味 蠻好吃的其實 主要其實還是牛奶冰的味道 那種變海鹽冰的感覺 有一點耶 這鹹甜鹹甜的 飛魚丸鹹味蠻重的喔 對啊是重的 可接受 它的飛魚丸會 不要不要不要 跳跳 然後它的甜 不會覺得很膩 我覺得其實它還蠻好吃的 然後再加上這環境 真的是太愜意了 芒果冰有附芒果跟煉乳醬 好 那芒果特別香耶 它有一個 更輕一點的果實香氣 有 它芒果不是甜的芒果味 也不是酸的那種 是一種芒果青的香味 對對對 它這樣兩種 搭起來都不會膩耶 嗯 會讓人家想要 一口的很甜 蘭嶼的日常 就是你在吃東西 就會有一些可愛的 好可愛的照片 好可愛喔 接下來呢 哥哥要帶我們去做森林浴 然後這個行程很特別的是呢 他會有一個講族語的老師 帶我們 它叫 我剛才想字幕怎麼辦 哈哈哈哈 沒有我會講 你會講 就是由族人來做母語的一個介紹 然後由我們來做翻譯 然後像我們沿路看到很多百合花開 哥哥說百合花開那就是 補飛魚季的開始 這個行程很棒耶 整個大自然都是你的教室 喔 我不好意思 然後我們要準備進去森林了 水塘卡 這棵是龍眼樹 對 然後它比較硬 所以會當那個 拼板粥的龍骨 對 這個以前會 拿它的這個根根樹皮來當檳榔 然後用背灰 一樣會咬出紅色的 板根呢 可以拿來做那個 拼板粥不是旁邊翹起來嗎 然後是當旁邊翹起來的樹材 老師剛剛說 漂亮 謝謝老師 然後它就會慢慢出 開嗎 對 就會類似這樣一個的時候 你就會把它咬 對對 咬一咬 可能會被我們咬出來 然後它就慢慢露出來 很多東西咬一咬也露出來 現在在修路 對 我走了喔 前人開路我們走路 哇 欸好原始喔 對啊 養馬遜的感覺 很像旅行青蛙耶 龍貓的雨傘 以前我們小時候都這樣 小心小心 啊啊啊啊啊 丟雪球的感覺嗎 對 我應該會丟出手指 不小心受傷 我本來以為只是走馬看花的森林域 是真的森林域 很深度的森林域 有漂亮嗎 有扇子 我們以前就是這樣玩啊 就爬上去 玩那個警察抓小偷啊 你在上面嗎 警察好累喔 對啊 你看一下那個樹 這麼高耶 怎麼玩警察抓小偷 老師說這個是雞肋 聞起來有新的味道 是欸 涼涼的耶 腳沙式的味道 這個也調香 這個很香 哥哥叫我吃這個 蘭嶼的秋海桃 來吃吃看囉 很酸 我不用 很像在吃梅子 我覺得森林女搞不好會喜歡 其實還蠻好吃的啦 就是鹹滴鹹滴這樣 不可能要說西吧 我們下來了 水好冰喔 這邊聽說是冷泉的泉源 好冰喔 水很乾淨 對啊其實很清澈 等一下 等一下 是水浴田嗎 你好美喔 好像一個世外桃園 老師要我喝冷泉的水 繼北極之後 我要再次喝大自然的水 你說 好漂亮喔 它是銀色的耶 是啊 所以哪裡啊 哈哈 這邊要變成銀水雞了 我發現這個葉子 它有一個功效 它可以辨別水質耶 像比較髒的 它就會變成銅色的 就像銀塊嗜毒的感覺 對對對 很大自然耶 我覺得這體驗很值得參加耶 資訊欄有連結耶 可以去點起來 中午吃的在這 沒有沒有沒有 哇 它本能長這樣 它看起來很像不能吃的東西耶 好有趣喔 只有在很乾淨的水裡才會長出來的 菌類 欸很神奇耶 因為這個我平常不會去摸它 或想吃它耶 它很像泡爛的葉子 或是沼澤裡面的一些綠綠的東西 like that 我覺得這大自然礁是超棒的 接下來就是我們終點 這邊是 也因沙冷泉 他們族人會在這邊洗澡或洗腳 洗完再回家這樣子 腳大之後呢 對這行程有興趣的人 一定要戴拖鞋好不好 因為中間會發生碎碎 我們來開箱這一次蘭嶼的住宿 是巴拉罐民宿 而且這間民宿滿可愛的 石頭圍牆 還有貼那個海浪啊 飛魚的尺寸 手上腳還有那個 拼板粥 對拼板粥 巴拉罐的意思呢 是 大房子 好啦滿大的 整體風格是水梨跟馬賽克磚工 我們來開箱我們這一次的房間 我們住的是二樓 也有點希臘感啦 看這沒有那麼白 看它地毯 石頭地毯 很可愛 它可以順便有 腳底按摩的功能 健康步道 來看看我們的房間 誒 這可以看海的 哇 整體風格滿簡約文青的耶 我覺得這間裡面很漂亮耶 還有兩層顏色耶 對啊 顏色很鮮明 雖然現在天氣比較陰陰的 可是海還是很漂亮 嗯 而且這間那種 木的味道啊 很香 廁所呢廁所呢 欸廁所 其實很可愛耶 像這個 小小的隔間 我覺得這間有一點想要走西拉洪 廁所就是讓你小小的簡單 我滿喜歡它這個衣架衣櫃耶 都是用木頭的風景 對啊 很簡易 好來把牌開箱 這間很可愛耶 欸這間很棒耶 對啊 而且它好像上天氣 對啊它有樓中樓 上面 哇 這裡可以四個人住耶 這邊還有另外一個海景四人房 風景超厲害的 我們本來要住這間 但是因為小犬把這邊吹壞了 他們還沒完全修好 可是今天風景很漂亮耶 你看這個 可以打開看星空嗎 可以耶 哇 因為昨天晚上超多星星的 對啊 下次我來我會想要住這間耶 我也是 你看 因為它在三樓 它那邊可以眺望整個山跟海岸線 整個180度的赤裏 很漂亮耶 我剛剛穿過一個小鏡 然後來找角落咖啡 角落咖啡 有角落耶 真的很角落了 太角落了 找不到 而且沿路的小鏡啊 旁邊都是這樣子地下屋 這類環境很可愛 小小一間的 然後我們坐在二樓的小閣樓 外面這個位置超可愛 我們就換來這邊 你看超chill的 然後是我們的導遊 他點了 最貴對不對 兩百塊 他問他有沒有 你喜歡姐姐喔 不喜歡 那就是喜歡 那有椒 我們這邊點了 桂花拿鐵還有奶茶 這個蛋糕 我很期待 我點一個香蕉蛋糕 還有一個南瓜乳酪 它的香蕉呢 跟南瓜都是老闆娘自己種的 而且你看 這樣看出去 就完地下屋跟山 我覺得蘭嶼的隨處風景都很漂亮 真的 我想先跟大家分享 為什麼這間叫角落咖啡 是老闆娘的名字 它叫做巴伊斯 就是角落的意思 巴伊斯是它小時候的名字 來吃吃看巴伊斯的南瓜乳酪蛋糕 喔 我先用四個字型 真的是濃鮮 你吃吃看 很好吃耶 南瓜好香 然後跟著酸酸乳酪 口感非常鮮涼 南瓜好香喔 欸是很好吃的乳酪蛋糕 我沒有在誇張 這個好吃耶 我沒有在誇張 我沒有在誇張 嚼喔 我沒有在誇張 她說蘭嶼這種南瓜本來就很蝦 然後她口感整得很綿很綿 這樣 Tina姐說很好吃 很好吃 而且我是不太懶的是南瓜的人 濃鮮河肚 對不對 有沒有很協調 而且你也吃太多口了吧 對啊 大家快吃完了耶 南瓜不會太甜 乳酪不會太酸 然後口感也剛剛好 這個就是完美的比例 香蕉我也很期待 南瓜那麼強的話 是蓬鬆 微微濕濕的 不會乾 因為香蕉味道很重 再加上蛋糕烤過那個烘焙的香氣 很好吃 小火咖啡要來 蛋糕大推 好好吃喔 南瓜乳酪好好吃喔 你看它南瓜多厚 它是南瓜泥本人這樣 對啊 那纖維都還在 我現在整個很鬆了 你知道嗎 剛剛吃的有蛋糕 所以是海風 愛上次 你也容易變心耶 蘭嶼的喵喵 都也沒有在怕人的耶 嗯 嗯 我真的太喜歡蘭嶼了 不可能雞就這樣子亂跑吧 呵呵 我們要體驗抓雞了 好啦 可以體驗了 好 掰掰 下一間離角落很近 它也是在朗島村的 角度 蘭嶼水 欸 每一條小路都超可愛的 我剛剛想說一直聽到羊叫 結果真的有一隻羊啦 是以前的老師補上 真的假的啦 真的 饅頭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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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蠻多啦 米蘭水的路口在這 你看看 好可愛的一間小民宅 這間很可愛的甜品店 然後這邊是二樓的用餐空間 欸 桌子很可愛耶 是老窗戶用成的耶 很像日式的河市耶 窗外看出去呢 就是地下屋 還有對面的山頭 然後這是菜單 它有些在地食材 像它的鹹派就有飛魚 派呢有這個收利 收利是這邊的水域 我要吃 來了 它叫做白影 它是一種類似藍莓的一種果實 做成果實 是他們防風靈節的莓果 這一個呢 是他們的水域派 杯魚鹹派 然後這個是淋頭果牧師跟烤布雷 什麼是淋頭果 他們綁被做成繩子的那個食物 這間米蘭水是老闆的名字 所以他們都直接用自己的名字來當店名這樣 然後米蘭水是有點像李丁伯的感覺 對對對就是很好客啊幫助大家的這種人 嗯 杯魚鹹派 第一次收杯魚做的鹹派 這是好吃的鹹派 其實就是魚肉洋蔥飯的味道 然後中間口感很吃軟 藍莓真的好氣喔 現在這樣 很舒服 天色暗了外面有張大燈 好愜意喔 淡積的藍莓好讚 可是4月以前很多店不會開 大家自己住 好像3月底4月初慢慢開始開 對對對然後開到9月 這中間是我們的網址這樣 Soli甜派 欸它的芋泥看起來要兩三層欸 現在小朋友知道 梅小哥 這是不是很久了 我國中的歌吧 因為我好像覺得還蠻新的這樣 你是經典老歌了欸 那NobodyNobody那個比較舊對不對 很像舊也是我國中 這麼久了 來吃看看 聽說Soli的浴味會比較淡一點 浴味比較沒那麼重 很像在吃奶油的感覺 然後帶一點的浴香 變成芋頭風味的感覺 有的芋頭風味 下面的塔比 比較不是我的路線 因為它比較偏厚 然後比較微甘這樣 感覺需要一些飲品 把藝來喝一下 桑生氣泡水的感覺 裡面有一些纖維裹的渣渣這樣 它味道比較不像以前以往吃到的 桑生的藍莓那麼酸的味道 是淡淡霧鮮 零頭果慕絲 這是我真的零頭果初體驗欸 香草冰芹的味道 這是混在一起的 我不知道 因為我沒吃過零頭果 顏色很可愛 是粉橘色的 淺橘色 中間有果實欸 他們網路上是說 零頭果會有地瓜的味道 有有地瓜味 那整顆有一種地瓜鮮味的感覺 很溫和 就很像香草薯類那種 溫溫的甜味 朗島村這邊這兩個咖啡廳 我個人會比較喜歡角落啦 但是一空間來說的話 對米蘭水的空間很漂亮 好像吹著海風 聽著海浪的聲音 有平板舟跟海邊 幾乎沒有光害欸 這裡好舒服喔 我一定認真愛上來 而且是在第一天嗎 可是它就是充滿了故事 又很原始很自然 然後島上的一切都很親切 讚到不行 晚餐我們來吃的是 海費食堂 是一間小小很Chill可愛的餐館 來了 我們點了XO飛魚蓋飯 還有一個是 濃厚細牛奶咖啡飯 它上面滿滿的青蔥 然後有飛魚 看起來是七味吧 還有溫泉蛋跟海飯 看起來很好吃欸 它蔥有夠多的 要拌嗎 不能拌 我要拌 剛剛上了這個XO飛魚一夜餐 好飛魚喔 飛魚蓋飯 它的味道有點像 茄汁鮪魚館 那個口感 對對 它咬到微微的骨頭那樣子 它微微醃過的味道 醃醃的感覺 對對對 其實很香欸 它不是新鮮的肉 以前也是很好吃 它上面的肉 不是一般常見的口感 它是靠溫泉蛋 精神的濕味的口感 旁邊有咬到脆脆的青蔥 其實滿好吃的欸 味道是醬香鹹鹹 帶一點微辣這樣子 嗯 醬汁好下飯喔 飛魚一夜餐 翅膀的吞越也太大了 是可以這樣嗎 不好意思借過一下 但是比較有嚼勁一點 很有口感的 本身你的味道很重 略帶一點鮮味這樣 然後中間很多小吃 他們菜單的時候 他們是手工不要吃 刀刀太酷了 好像可以理解 因為很多很細的吃 因為很像鮪魚那種感覺 因為吞下去也不會怎麼樣的那種 但是不要吞啦 吃吃看咖哩 叫自己濃厚細喔 看我濃厚 它牛腩好大一塊 好多蔥喔 很硬派的感覺 有濃有濃 那牛腩牛的味道好壯 咖哩很好吃 可是它是溫的路線 它不是那種西香料辣的路線 肉香有出來 海鮮好吃了 好像海鮮也可以來 好像午餐晚上派餐不一樣 午餐有冷麵 比較清爽 然後它搬家 它之前好像在斜坡上面 大家要找的話 地址上面資訊 我們現在在禽飛魚肉 對 它這個肉其實很多耶 對啊 只是魚翅真的也是不少 你看我們這邊 我們弄出超多小魚翅 欸 晚上的民宿這樣打燈很水耶 然後都是殘叫聲跟海的聲音 大家早安 早起拍日出 大家也開箱民宿的早餐 來了早餐 健康路線 巴拉罐它也有這個耶 地址可以借 幹嘛笑喔 我唸到他說 巴拉罐 巴拉罐啊 可愛 就是蘭嶼的一些地標都有在上面 我們這一次其實很多沒有去到 因為我們的飛機就是飛不來的關係 我們就少了一兩片 對其實我們這次還有很多店沒有開 嗯 欸我們早上先來帶大家去看 蘭嶼達悟的地下屋 我們現在要進來的是 高屋然後後面還會有主 就是這一間 我們要爬進去 高屋的就是工具比較高一點 然後這邊呢 會常常來比較像接待客人 就是可以讓 親放好也在這邊 主屋呢就比較私人一點 高屋他們平常也會使用 變的是他們以前放小米的加成 因為高屋呢比較通風 就這邊就比較不會壞掉 跟上面這個呢 是放比較家裡重要的東西啊 或寶屋 專家寶什麼 對 出商事這樣 它木頭呢 其實顏色會有點深 是因為他們會虛木頭 就是怕蟲會蛀它 所以他們會定期去訓 剛剛嘎嘎說啊 他們會有一些雕刻 他們是很神聖的祝福 假如房子啊 沒有這個雕刻 就會好像沒有那麼 重視這邊 對 就很像我們現在用心裝潢家裡的那種概念 它連這邊都有耶 對啊 他們連上面都有刻耶 這一個很不觀光 因為這邊是他們有真的在生活的很近 剛剛在熏飛魚 對對對 就即便到現在 他們就是還會在這邊使用 那樣子 他們以前呢 要看海啊 吹風啊 就會這樣坐在高屋那邊 其實很涼耶 很涼耶 因為海風就這樣子灌進整個高屋 所以這裡面其實不會很冷 對啊 他們現在的屋頂是換成牛毛宅 以前呢是用真的茅草 所以又會更通風一點 傳統拔物的房子呢 有四個要件 第一個是剛才我們的高屋 這個是庭院 這個是涼庭 最旁邊的那個是主屋 要有這四個要件才能成為一個家 好嚴格喔 嗯 每一個地方都有不同的公用 現在看到這個小架子呢 是每年飛魚季的時候 處理飛魚的地方 寧願就是 飛魚季的時候呢 會主要拿來量飛魚 也是聚會的場所之一 對對對 他們可能晚上會在這邊煮東西一起吃 這樣子 然後這個呢 其實是以前他們的資訊站 不管是八卦 好消息換消息 大家就會在這邊分享消息 或是呢 爸爸跟小孩當作一個教室 因為這邊是沖積山 然後可以看到整個海域 爸爸就說那邊危險啊 那邊有飛魚啊 那邊什麼 這邊也是一個小教室的感覺 我們從小在課本看到的 地下屋 蘭嶼其實在颱風帶上 所以其實夏天會很多颱風 像去年小選颱風啊 這邊很多水泥屋 或是房子被捶亂七八糟 這邊地下屋呢 全都毫髮無水 嗯 地下屋在夏天的時候 因為地勢比較低 會比較陰涼 冬天呢 對 又會保暖 很厲害耶 這一個就是他們的主屋 他們主屋呢 是用階梯方式呈現的 我現在在的這一層呢 是類似他們的客廳 我們可以看到這邊不只有四扇門嗎 巴拉圭 巴拉圭 就是大房子的意思 上面這一個呢 就是他們的臥室 然後通常呢 女生會使用右邊那一邊 男生會使用這一邊 這一個呢 全都是羊腳跟骨頭 因為在以前呢 牲畜其實算是財產 所以他們剛剛把那些牲畜殺掉之後 上面這邊就會留下來 有點像是 宣揚自己的財富的那種感覺 哦 很多耶 他們從以前這樣子留下來到現在 這裡呢 就是熏飛魚的地方 男主人會在這邊熏飛魚 這邊就是他們的一些 戰佛啊 或是比較貴重的東西 就會收在這一集 房子裡面呢 會有兩個柱子 這個柱子呢 是這個房子的靈魂之柱 這個柱子代表是男主人 另外一個柱子呢 代表的是女主人 所有的房子 在蓋之前呢 會先立這個柱子 這個柱子呢 也有代代相傳的意思 我們蘭嶼朋友們公認最好吃的早餐店 十路安 拍沒開 放心 我已經決定再來吃蘭嶼了 下次再吃給你們看 蘭嶼很漂亮 那你們可以自己先來吃吧 再跟我們分享一下 然後它比較不起眼喔 沒什麼招牌 大家就google地圖自己找一下囉 接下來我們要來吃拉麵 蘭嶼啊 是一間羊肉拉麵專賣 來了我們點一個羊肉拉麵 一個雞湯麵 來喝喝看糖喔 因為我是個愛羊的人 所以這個味道我蠻喜歡的 它羊油味好香喔 很溫順 舒服騷 聽說這邊的麵是老闆自己做的 它的麵條是不是比較細有膽性 像一蘭的那種 它的湯到後面有一點滾滾滾厚厚厚的感覺 就跟這種細麵條很棒 來吃吃看它的羊肉 好騷喔 它的羊肉很嫩你看喔 哇 骨肉分離 很香欸 它用的是小包羊皮肉質超細進 然後那個油脂很香 然後那個燒味我覺得嚇到好吃啊 沒有到非常強烈 那我跟小憲都覺得它整體口味比較偏清淡 我們可能喜歡再重鹹一點點兒 我們找到一間咖啡廳在機場附近 豆浩 這簡約潔白的貨櫃風欸 對面就是飛機跑道跟海平線 很漂亮欸 它這是小橘白 你愛洗貓的男人 你可以愛洗人工 對對對 我們享受成這樣 會不會太爽了欸 屁股翹得之高 然後室內風格也很漂亮 外面的風景大家看 超美的 今天應該是我們這幾天最美的吧 對 雖然網美但沒有到書宴啊 不會就是有質感有質感 然後這邊有二樓 很像我們去那個沖繩 對不對 好漂亮喔 欸如果我飛機下來很近欸 很好看 這裡很好看 這裡真的要來大拍特拍欸 這間 這邊還有一個包廂的房間 來看一下 這裡很美欸 好Chill 腳我房間這樣子 我完全可以 還是我來藍瑜可以住這一間 那我會看過 因為這邊其實是主要道對不對 對 機場來也會看到 我們點了拿鐵還有冰萃咖啡 剛剛這樣子住在這邊 超氣的然後就一台飛機 飛過去 飛過去 我覺得這裡很讚欸 這邊應該是藍瑜最文青的地方喔 來喝著看飲料怎麼樣 哇 窗口的視窗要乃味這樣很溫水 咖啡是有稱次的 嗯很好喝 不會太苦或太酸 你看整個舒服了 我這樣看著外面的空間 很讚很讚 很讚 我們還點了一個千層跟肉桂蘋果派 我覺得應該是這邊最美的 連蛋糕都比較美 對啊 擺盤很漂亮 然後我看到蘋果派 上面是一張子蘋果本人一整層 冷脆 喝很 那個偏酸咖啡豆的果香好香喔 這邊很清爽 夏天的蘭嶼很熱 覺得這一個真的是透氣涼 這個滋味在我試過 有有有 冰冰酸酸的很酵素 好 好順喔 味道更多層次欸 我覺得這間可能會以為它是要走完美的路線 可是它的咖啡是有用心的味道 深乳千層 它很濕潤欸 它很濕潤欸 欸這個也好吃欸 它每一層的鮮奶油都很厚 上面有餅乾碎這樣子增加咖啡咖啡的口感 今天很開心欸 就是咖啡一點點都好吃 然後偷吃小憲哥蘋果派 中間那一層是什麼啊 酸的 喔肉桂也微嗆 不是啊 飽的那種水果去 脆度還有那個濕潤感 它不是燉到非常爛的那種 怎麼都還有可以來的 它中間那一層是蘋果片 然後上面又有蘋果丁 在最上面又有冰淇淋 欸 口感層次很豐富 蘋果味和肉味都很重欸 嗯 我們要買明信片 抽獎好不好 好啊 剛好在豆號旁邊 我們抽10個好不好 每一個呢會有一個明信片 加一個平板中的鑰匙圈 沒錯 然後留言包含 蘭魚 就可以了 趕快 接下來晚餐來吃這個應該叫做 阿東飛魚掛包 好多飛魚喔 好多飛魚喔 小小的餐館 這邊那邊就是必吃的 是這個飛魚卵炒飯 一定要加他們自己炒的辣條價 很香欸 飛魚的比較多 哇 這是掛包101了 很巨欸 我先吃哪個 我先吃個炒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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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炒飯 我很好吃耶 它有那個大粒小粒的滑飯 很多滑板都雷啦啪啪啪啪 香氣好夠喔 嗯 那個滑飯炒得很鬆 可是又有點粒粒分泌 這樣子 哇 好大喔 它這個奶茶 我奶奶也知道現在 餐廳裡面最好喝的飲料 它那奶茶很濃 那個國農牛奶的味道 他香跟奶香也都有 那也不會過甜 好吃好吃 這邊就是魚卵的好了 剛剛那個有點太大了 他說這是自己炒得魚松 嗯 好好吃耶 它這鮭魚軟的醜的有點酸酸辣辣的 很解膩 很香耶 又有點甜甜 就是味道很豐富 我吃看上面魚鬆 它的魚鬆口感超豐富的 嗯 好多味道 那個酸甜的沙拉醬的感覺 這我也喜歡耶 阿東很嗆 是我吃兩天的前幾年 還好不要這麼養啦 太大了 也好吃 但是這兩天你也吃到太多的鮭魚了 我們這幾天吃了有十條了吧 小炒麻痺啊 那個好像好吃 阿東蛋 不過阿東有點小偏貴 那這瓜包160 幸好是好吃的 160 可能要是套餐價比較合 要補個飲料 對 紅茶 嗯 但是吃得很開心嘛 對啊 我還點了一個 鮭魚軟蔥蛋 也很好吃耶 很吃潤 對很好吃 不過你猜多少 照剛剛的邏輯200 300 誒 對現在Tina姐說他們要吃嗎 謝謝Tina姐 謝謝Tina姐 謝謝Tina 謝謝Tina 多點衣先生好好吃 多點衣魚香腸 經過這次我們來得很曲折 好像可以理解 因為不動不動就停船或停飛機 對啊 日子就比較難進來啊 聽說有些店會因為 停船停飛機兩三天不能營業 都是成本啦 老闆娘好熱情啊 送我們手環 我們選了這個 是我的 是不是很我們 謝謝老闆娘 我本來想吃對面的冰 他們也很開 不過那旁邊有一家 Vita冰店 是芋頭冰 我們來吃吃看 好可愛 很可愛 很可愛 很像在親戚家吃冰耶 有耶 芋頭該不會也是藍芋的水芋嗎 我來吃吃看法 鮮甜可是真的比較沒有芋頭香 味道比較溫一點 但是藍芋的水芋 是不是比較QE 有 咬下去會有一點彈回來的那種口感 還蠻特別的 很少鼠類吃到這種口感 因為他們都是沙沙綿綿的 很難形容的 Q彈的芋頭質地 大家來藍芋室要找酒吧 我們這邊呢 有在地人推薦的 Feeds 它是在這一棟的二樓 小店 什麼意思 一進來就有一出 看不太懂的東西 很棒 這裡很可愛耶 而且旁邊就是海 下午也很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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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好了 這是什麼 娘娘腔 大家不要擔心 我點的是芒果氣泡水 我點的是街骨木氣泡水 這樣吹著海風聽著海浪 還有好聽音樂 很舒服耶 大家有聽到歌聲嗎 鄰居在唱歌嗎 鄰居在唱歌嗎 這樣沒有到好聽 有人偷瞪歌 好啦老闆就是一個 百妙的人 哈哈哈哈 就讚美吧 就讚美 他就這樣子 上來樓上耶 爬到二樓 他在塞奶耶 哈哈 他現在全身靠著 有沒有要那麼撒嬌 有些家庭很酷酥 哈哈哈哈 缺愛 缺愛 大家不用擔心 這個是 氣泡水 謝謝老闆 有些人 好嗎 有些人 說了 好嗎 大人 你 我可以了 你 你 你 我可以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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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